簡單的隨車解說 行政院副院長將一話與立委高金數媒 一同坐上園區的接駁車 文化園區局長鍾馨華親自介紹 沿路園區內的硬體設施 還有周遭的特色風景 並停留在園區內 霧臺阿里同牧家屋前的廣場 進行了交流討論 大家最關注的莫過於行政院 原住民主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能否維持三級機關 成為原住民主委員會文化發展局 為了要保存我們原住民族的文化 傳統還有並進一步來發展 我們的這些珍貴的資產 我覺得中央一定是樂觀其成的 那我們一定會盡我們的力量 來幫助我們所有的族人 能夠盡早實現這樣的一個期待 文化園區管理局 能夠維持三級機關 文化發展局 其實我覺得很有信心 因為在整個台灣來講 原住民的文化是最珍貴 不管是從世界的角度 從人類文化資產的角度 原住民的文化實際上是很珍貴 很重要的 國家本來就應該重視這個議題 立法院第七屆第七會期 二月十四日結束 行政院原住民主委員會組織法草案 雖然完成了黨團協商 並經過了各黨團簽名確認 但是因為原住民主自治法草案 當時還有爭議連帶的 原民會組織法理 未能順利的在上一屆立法院 順利闖關 上個會期各個黨團對這個是完全沒有意見 而且都簽署連署了 不可能才兩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就變掉了 我會適時捍衛文化發展局 在立法院一定要三讀通過 行政院副院長 反釋行政院原住民主文化園區局長 不僅親自做簡報報告 還隨行介紹了園區各硬體設施 在立委還有原民會副主委的積極建議下 副院長江一化也表示 將這次的反釋交流內容呈報行政院院長陳聰 對於行政院原住民主文化園區管理局 能否維持三級機關 表示樂觀其成 記者RI歌手 評論馬加 採訪報導